水库吃紧 行政院长江一化也得掌握水情 下午特别到石门水库了解应变措施 而内政部长李鸿源则是提出着未来 污水一定要再利用才能疏解缺水难题 春雨迟迟不来 让全台各地陷入缺水危机 行政院长江一化下午前往石门水库视察 了解水情状况 这个降雨量或者它的蓄水量都比往年要少很多 大概平均来讲我看只有10%左右 如果说降雨的情况持续不理想的话 我们就要启动第二阶段的限水等等措施 那么对于我们的农业用水跟工业用水 乃至于最后我们一般的民生用水 都会造成相当的影响 事实上水利署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 就已经实施总量管制 部分地区也展开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未来内政部和经济部合作的污水回收计划 正式上路后也可能帮上大忙 预计在105年开始陆陆续续 就可以把部分的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 那这样子的话希望在中期 可以解决我们的缺水的目标 尽管目前的限水措施 对民生用水冲击不大 但初不估计也只能撑到4月下旬 除了透过政府开源 民众也得养成节流习惯 才是解决缺水危机的根本知道 UDN TV综合报导 对民主认的下旬 我们来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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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说